9月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伯科娃 彭丽媛表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教育优先发展,中国妇女地位提高也离不堪女性教育的普及 我将继续履行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使命,为广大女童和妇女姐妹争取教育权益 伯科娃祝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和彭丽媛本人为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所作重要贡献 彭丽媛还与伯科娃一同会见了参加国际女童和妇女教育研讨班的亚非国家学员 彭丽媛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基金等多种方式 帮助亚洲和非洲开展教师培训,特别是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 我们将继续为此做出努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